我们现在进入102面的轻松来学习 然后他要我们用表格来做三天的收支纪录表 以购买其中一件物品 然后在这一边他第一天顶用钱是A 然后预先存2元 然后过后呢他可以消费了就7.25 然后每天可以花5元 然后他在这一边他花了这一个 买椰酱饭糕点这样 他总消费2.8元 然后他剩下2.2元20元20元 所以这一个是他剩下的 然后在这一边呢 他这一个全部加上来是11块4 注意买文具盒 你也来制作一个吧 ok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为什么会有11.2元呢 因为我这一个 这一个加这一个等于RM6 然后这一个加这一个呢 我们在这一边我有2.2 1.5 然后还有1.7 然后全部加起来RM 全部加起来这一边 2714 然后就5 5.4 所以6加5.4是11.4的 所以11.4的情况之下呢 就足够买铅笔盒了 ok 当然他也可以不买铅笔盒 他可以买一支这个TikTok笔 OK 机械笔 然后还有这个通话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书 故事书 算是需求还是要求呢 如果你从故事书中学会写作文 这样写故事 这样也算是需求啊 ok 然后铅笔盒是需求还是要求呢 你的铅笔盒没有坏 你就去买新的 那就是要求啊 你的铅笔盒还能够用 就不需要买新的了啊 如果你的铅笔盒坏了 你要买新的 这样这个就是需求啊 这样 ok 你是你